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中方 我觉得合作的是相当于快 这里的投资环境很好 工人的素质和企业的管理都不错 这里也比较繁荣 生活方面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 我们将继续投入 我们最近又签了一些合同 投入了资金和许多社会 来增加生产量 否则我们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 我们相信合作会成功 洛阳处于成东起西的中国复兴地带 中国政府采取的支持中西部地区 加快发展的政策 以及大型工程 如黄河小浪底工程和大花仙工程的上马 为促进洛阳的经济发展 招商引资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洛阳正在成为中国中部地区 中外客商企业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 这是王尔全为中国投资指南做的报道 大型系列节目投资到中国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 汽车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汽车基本部件的轮胎 经历了木质铁质到橡胶的漫长发展过程 尽管汽车行驶速度和平稳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渣胎 爆胎等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由此导致的车会人亡事故时有发生 目前在人们还无法找到一种不怕尖锐物刺扎的新材料 来替代橡胶轮胎的情况下 人们便在预防和补救轮胎事故上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和探索 为避免瘪胎 爆胎等事故的发生 广州市排球协会今天在广州翠湖山庄举行第八届代表大会 通过全体会员推荐产生了新一届的协会领导机构 广州市副市长郭向阳担任协会的名誉主席 会议决定今后广州排协计划每年举办一次全市的排球公开赛 以此来推动广州市的排球运动 为广东的排球重振雄风做出贡献 十一点六国有